产品加互联网 其实产品的概念 其实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从工业思维到互联网思维 其实我觉得是完成了一个跨度 就是说从物以内聚到人以全身 我们想象一下沃尔玛是什么 它是物以内聚 我把更多的商品聚集在我的商场里头 只要有人有客流 发传单 发优惠券 只要有人来进行消费 那它的商品一定能卖掉 对吧 促销 所以说这就是物以内聚的方式 但是在人以全身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淘宝 淘宝是什么 它没有东西 但是它把所有的有购物需求的这些人 都聚集在一块 对不对 淘宝和微码最大的区别就是 用户和我的淘宝 它在时空上就完全就不太一样了 那么对于酒店一样的 我们来举个例子 酒店它是有一百间客房 但是携程有酒店吗 没有 也没有客房 但是携程它提供的产品是什么 它把所有的有旅游和交通 住宿出行的这些票物的这些需求的这些人 我全部给你聚集聚合在一块了 然后我再引流到我的这些酒店 引流到这些票物公司 然后乱塌来提供我的服务产品 当然在这里头它也会有一些三线模式的一些区分 就是自营加合作 对吧 现在那个鞋生他也是在这么做 那么饭店一样的 他也是 就是包括大众 他把所有对吃饭和娱乐生活有需求的这些人 全部聚合在一块 所以说就是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 它最大的区别是在哪 一个是物以类聚 我生产更多的东西聚在一块 能卖掉就完了 然后在互联网 他可能是说 这东西可能不是我的 但能是我的 他控制的是能 然后有能 有商业模式 再把这个能导流到我的传统的服务里头 那就实现了互联网加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要去想想一下 我企业有什么 如果说我企业里头有当中的一个产品的话 那么我们要去想想看 那个产品 我怎么样把那个产品所相关的能给它聚合起来 我通过什么方式把它打通 如果说我们在那个方面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措施的话 那我相信我们也能实现产品加互联网的那个变化 在这里头我们就看一下 这是工业思维呢 就是资源也好 渠道也好 还包括品牌也好 全部都是那个要最大最好最快 对吧 然后谁多谁就是老大 但在互联网里头的话呢 就是他强调的是什么 用户是我的 然后平台是我的 然后呢 我的路口是第一的 最后的话呢 就是说我的核心就是我要产生数据 大数据 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像从路口里头 就是百度360 平台里头呢 就是京东淘宝唯品会 它其实就是 都是一块块的 那么在路口里头的话呢 我们又涉及到PC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它的一个区别 其实对于百度和360 他们最大痛苦是什么呢 我在PC互联网里头 每个电脑我可能都要那个上网搜索 用百度 杀毒用360 但在手机上 我不需要了 所以说 所以说对于 我们从那个股价的方式来讲 360和百度 BAT三家公司 百度应该是 现在是是最差的 原来百度是第一的 但现在是百度是第三了 所以说从这个整个的那个 互联网 它也是在发生自我的这种进化 就是好的它会越来越好 差的呢 它可能也会变好 好的也可能变差 所以说在 我认为就是说 在未来这个时代里头 就是我们不用去定义 谁是传统的 谁是互联网的 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起跑线 只不过是在利用 这种信息技术或信息内容 怎么样 更好地把它开发出来 我们用一种新的一种思维方式 把它开发出来 谁能发现那个点 这就是我们要去讲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在我们看到 在产品加互联网里头的话 我们因为它用户是为核心 所以说就是讲到 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人给它留下来 那么我们就要去设想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方式 在走向社群这一块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 我们以前卖的是商品 对吧 我们是开店的 但是类似于比如说喜马拉雅 它开的是一个人 它是通过人去吸引更多的用户 加入进来 它的整个的这种空间的这种延展性 它会比传统的这种 在物理空间上的这种 卖卖东西的那个空间会更多 所以说之前我在去想新零售的时候 怎么样去定义新零售 就是很好玩的 我们现在的新零售 就是我通过这种智慧的这种货架 然后智慧的屋子 我把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头 然后没有售货源 我认为它那种方式是属于1.0的那个阶段 因为它的整个物理空间 限制了你的商品的数量是有限的 你不能摆到100万种 你不能摆到100万种 但是我们从一个业务情况上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的这种商业业态的变化 就是互联网它的东西是看不着的 那么如果说你线下能解决 就是说我通过一个 那是这样的一个智能屏 就是用户我在灌到这个商场里头的时候 原来是一个货架 我把这个屏就变成一个货架 我这个屏里头能专载的产品和商品的数量 我远远大于我的物理货架的数量 所以说这个就是虚实结合 所以在这种方式下面 就是我们整个的商业结构 就是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商品的这种品牌 还包括人群的这种体验 都是会有一些围绕着这个人群 怎么样去给它炒起来 那么也是我们在产品加互联网里头要去想的 但在互联网时代里头你要去宣传 你要通过一些卵文和一些宣传的一些手段 把你的品牌和你的优势 通过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方式 给它打造出来 另外的话就是说 在整个这种产品的这种全属关系 我们也要去设计一下 就是说原来可能这东西买了就是我的 那么现在我可能是不是 我买了之后是不是别人也能用呢 别人以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用 我能获得什么好处 那其实就是属于我的整个商品 全属这一块的转移 但是所有的核心都是围绕着 能去打造我的这个产品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讲法都是出于这个 那么在这里的话 给大家去讲一个案例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它是一个建筑商 它是一个建筑商 这建筑商它是修路和盖楼 都是通过BOT的电池的方式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重资产 如果说我的这个资金链 如果是出现问题的话 它其实这个企业的经营 是非常的非常的困难 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它当时在2010年的时候 老板再去跟我去讲 这个企业讲 说我非常的纠结 就是我在去做传统的建筑这个行业里头的时候 就是人家给他的一个钱是什么呢 我拿一块地给你抵 我地我要去变现 如果说第一个是在荒郊野脸的话 那我根本就 虽然说值那个钱 但我卖不出去 我一样拿不到薪金 拿不到薪金 我企业就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讨论 怎么样乱建筑商去加互联网 当然这个例子 它也没有 就真的是做成一个非常大的体系 它只是我们帮它去设计了 其中的一个细分的产品 我们就帮它分析 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的 有资源 有产品 我们就认为 姑息认为它的有产品 它的产品是什么 我盖出来那些楼上面的产品 对吧 如果说我们盖出来那些楼 那么怎么样在楼里头做文章 那么我们就有两种解决方 一种就是说 整个楼当然是一个产品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做那种智能楼语 或者做其他的一些东西 但是已经有很多公司在做 它也不是做这个领域的 它要么就是去找一个第三方的公司 去跟它合作 对吧 我做好智能楼语的这个系统 但是又面临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在做选择这个方案的时候 它一定要创造价值 一定要创造价值 楼它辛辛苦苦盖了两年 只有一栋楼 它要上智能楼语系统 也只能上一套系统 成本可能会很高 对吧 那么成本高 数量低 那么它的价值其实也会 可复制线不会那么强 那么我们再小一点 楼里头有什么 有一户一户的家庭 家庭里头去缺什么 所以说当时我们就在想 当然可能这个最后就是实施的时候 也最后也算失败了 但是我们分析就是它那个套路 我们就在分析 就是说其实在2010年那个结状里头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从我们整个社会上来讲的话 它从工业的这种时代 它已经要走向这种信息的这种时代 那么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 你的腰包是在鼓起来的 你大量会存在 就是我的房子居住改善的这种需求 和居住升级的需求 那么我们就切入到那个点里头 那么你能不能去打造一个智能家居的系统 而智能家居的系统的话 因为你盖了这些楼 楼里头有很多家庭的数量会多 如果说我的智能家居的这个系统的产品 跟这个新增的这个增量的这个用户 我结合起来的话 这是实现了一个价值的变现 然后如果说因为它是本身是属于建筑行业的 那么它有很多的这种社会资源 如果说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 我能不能把这些产品再赋能给其他的建筑商 这样的话我就打开了我的业务转型的一个点 所以说在这个方式里头的话 当时我们确定了这个方向 就是建筑加互联网 互联网我们定义出来这个产品 就是我的智能家居的产品 那么我们要去解决就是说在技术上我们怎么样去打造它 我们就给它细分出来两款产品 一款的话就是整个智能家居系统里头 其实在那个阶段里头 我们涉及到这些冰箱 涉及到那些电视 涉及到五花版本的这些家电 那么这些家庭是不是我们都要去生产呢 我们再去分析 所以说我们都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说我们做智能家居 其实我们要去做一个家庭的智能终端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技术路线 当然今天那个可能我没有办法去 详细去讲到这个里头的技术细节 但是我会尽量的快去讲那个整个的逻辑 智能终端我们要去生产出来 怎么样去跟IPTV去跟它结合 甚至是跟它去整合在一块 这是一块产品 然后我们也帮它去把整个技术 包括模型我们全部给它打造出来 然后还有一块是什么 既然是信息时代的话 家庭算不算一个信息单元 家庭要跟外面也要有网络临接 那么我们在整个家庭临接过程中 原来就是通过宽带ADSL去上网的 现在是通过关线 那么但是我们家庭的智能设备的普及 其实我们需要用到WiFi 用到WiFi呢 那其实就要用到路由器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很多路由器 其实是不稳定的 要经常重启一下 对吧 要经常重启一下 所以说我们要导出来第二个产品 就是说我们认为 如果说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家庭的智能家居它会有一个关口 我们认为智能路由器 是一个卡关口的地方 你卡住这个关口 你就认为所有的信息通道 就掌握在你的手里头 所以说我们就给它导入出来 第二款产品 就是你要去做一个智能路由器 一个是控制家庭的 所有的一些行为的智能终端 第二的话是控制这个家庭 到社会 整个社会的一个关口的智能路由器 把这两个节点给它打通 然后中间的话 有一个云端的一个平台 把数据进行远程的这种管理 这样的话整个逻辑就出来了 然后整个终端这块的话 就跟一些安防系统 然后一些环境系统 然后还包括一些水电 然后跟第三方的一些公司的家电 因为它有一些物联网嫌疑 跟它进行集成 这样的话整套解决方案就出来了 然后它的做法就是什么呢 盖一栋楼 我就把我的解决方案卖给它 然后卖给它之后去工产 然后下单设计生产 然后因为它设计方案都已经出来了 整个原型系统都开发完成之后 它其实就进入到一个 商业价值循环的一个过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